要不我等一会儿,我先做个分享吧,可以吗师父,你做个分享,好,感谢师父,关心菩萨,师兄分享,念诵两万遍关心菩萨圣号,度过生死大节,洪修今年66岁生命大节,又犯太岁,他去参加六月份不理资本法会的飞机上,在飞机上在念关心菩萨圣号,半岁半醒的时候,看到黑白无产同时出现, 黑无产在低处,白无产在高高处,他心里一惊,本能的坐起来,双手合十,喊关心菩萨,瞬间就想到白化佛法里的一句话,求正能量,然后他就说,我给师父许愿放针的一千条鱼,还有几百条没放完,自己的一千条鱼也有几百条没放完,这么大岁数,闻到了佛法很不容易, 请关心菩萨给我一些时间,我好好地修,好好改毛病,好好地消夜还债,然后就看到南京菩萨从他右上脚,设了两道白关,有点带还,直入心脏, 同修心脏马上就缓解过来了,然后他就一直念关心菩萨圣号,一个小时过后,心脏又开始不舒服,但是没有那么厉害了, 那一天,同修念了两万遍关心菩萨圣号,然后又去观音堂许愿,将六月份布里斯本法会全部功德,化解这次生死大劫, 这次好了以后,博客分享,回家又继续用三大法宝,许愿念经放生,不间断,现在已经感觉好很多了, 梦境全是伐喜的,感恩关心菩萨慈悲,帮助度过六十六岁的生死大劫,感恩师傅, 师傅分享完了, 好,谢谢,谢谢,感恩关心,很好,很好,很好,分享也是很有力量的,分享, 对,因为他们都是真实自身的切身案例,特别能感动人,对啊,